但是先把這位攪出來 攪出來我看看 擴散記不記得要擴散 記的啊 為什麼會擴散 因為他們會流動 會流動在哪邊 水裡或是其他地方 水裡或是其他地方 其他什麼地方 空氣中 空氣中 空氣中或是液體 空氣中或液體 因為空氣中的分子或水分子 他們跑來跑去嘛 我們剛才講過部體 液體液體的時候 是不是他們在水分跑來跑去 你們兩個的位置不太好 你們這樣子是 頭要轉很遠 走到那邊去嘛 那邊通的 球應該壓完死 這個會平 腳尾 你們這樣都會上課 你要操筆器也不容易操 坐到那邊去 不會啊 如果位子不夠 坐在那邊去 我下午就換鞋子 蛤 我下午就換鞋子 你打開 為什麼要換鞋子 那鞋子跑來跑去的時候 假設我現在丟一點點糖進去 這些糖就會被這些鞋子給帶走 會被鞋子給帶走 所以他就開始不散 所以久而久之呢 這些糖就會分散到粉杯水裡面去 均勻一點分布 要去呢 分布是讓不太容易 因為我們有重力的影響 所以當他沒有完全分 就是沒有完全分解得很好的時候呢 他大部分下面會偏弱一點 上面會偏少一點 沒有重力的關係 沒有重力的關係 會慢慢不均勻 如果沒有重力影響的話 會慢慢不均勻 好 這是擴散 那我們上次也講過融解嘛 融解事實際上就是 水分子撞到它 撞開了 或是水分子把它黏走了 老朋友跟他講 浴化浪的力就是這樣子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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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荒那 nacl 這是綠 這是那 我會寫中文英文 那你們對照一下 後面要去記得 綠就是nacl 那就是nacl nacl 綠荒那 那nacl在它分子裡面的話 它是比較 它是代正的 它是代負的 那為什麼代正或代負的 我們應該在 正學習會講到 我們後面會一點 後面一定會降大 那這時候水也是一樣 水 跟兩個氫原子 就是 氧跟兩個氫原子的 組合的時候呢 氫也會帶正電 氧會帶負電 所以那氧這個負電 撞到鈉的時候呢 那正不相吸 就會把鈉給帶走 鈉兒 鈉兒 而是 好 那如果不小心是 氫跟氯 跟氯 都在前面 他會把鈉給帶走 所以一般來講 食鹽水 食鹽的那個溶解度 會比較好 是它應該在水裡面 這個水分子 它本身有代正負電 它的本身有代正負電 它能被打開 那 像糖類的話不一樣 糖的話它是一個大的分子 但是它水裡面 容易分解 是因為它就會被水給撞擊 然後整個撞 撞到鬆掉 鬆掉到水分子 這個糖分子 擴散到水的裡面 所以簡單來講 融解這個現象 融解這個現象就是說 我們一個融子的分子 融子的分子 慢慢被水分子打到散掉 把融子變成一個小的分子狀態 變成分子狀態 然後這個分子呢 散到水分子當中 散到水分子當中 散到水分當中 所以是均勻的 通常來講 如果是融解了好的話 融解的情形發生的時候 這杯水是清澈的 這杯水清澈 那牛奶是不是一種融解 很不是 那牛奶是怎麼樣 牛奶 是一種奶 好 是一種奶 是一種奶 牛奶是讓它的奶粉的分子 奶粉 我們在調到奶粉 我們講的是 擠出來的牛奶 可是沒有粉吧 它不是清澈容易 它不是清澈容易 它是讓它是一個小顆粒 散在水分子裡面 所以你看它們白白的散 那個牛奶分子 好 這就叫牛奶分子 它是一個混合物 它是混合物 就好像今天假設我們用的是 它是很細很細的沙子 你把水攪和攪和攪和 是不是整塊混濁 可是它過了一種變清澈 對 過了一種會變清澈 牛奶不會啊 牛奶 不是那麼容易變清澈 因為它的密度比較相近 好像不會那麼容易變清澈 但是 沙子的話 因為它密度比較高 那你解釋一下 要怎麼樣才可以讓牛奶變回沙子 你可以把水蒸發 可以喔 會被沙子嗎 像奶粉也是這樣做的 奶粉就是把牛奶的水趕走 怎麼改 它有種方法 它應該是用低溫 低溫正空 蛤 就是 它把奶粉放在桶裡面 不對吧 奶粉不是還沒出來嗎 對 對 把牛奶放桶裡面 把牛奶放桶裡面 把牛奶放桶裡面之後 它開始抽氣 把上面的氣抽走 氣抽走之後呢 這邊是低壓對不對 是低壓 我們剛才講過 從液態變成氣態 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給它能量 讓那個氣體分子跑出去 一個是呢 把它放在一個比較低壓的地方 放在比較低壓的地方 它上面壓一點響 所以這個水分子然後就跑出來 水分子跑出來 水分子跑出來就被抽走 水分子跑出來 因為水分子 水從水變成氣體分子 它就變空氣了 空氣了 它就變氣體分子 氣體分子又被抽走了 又被抽走了 它上面就一直是保值在增加 那這種情況之下 它這個裡面水很容易就一直被蒸化出來 這叫做真空的乾燥法 真空的乾燥法 牛奶啊 真空乾燥為什麼要真空乾燥 因為它如果用加熱的方式的時候呢 這牛奶的影響會破壞掉 牛奶影響都沒有了 所以它不用加熱的方式去乾燥它 它用的是用真空乾燥的方式 它用的方法不一樣 所以牛奶真空乾燥 把水都抽走了之後 它就變成奶粉了 它變成奶粉 所以奶粉呢 我們講的融到水裡面 事實上它是分散到水裡面 它沒有真正被水分子把它切成 就是原來最小最小的分子 藏到水分子裡面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講說這種什麼東西 牛奶是一種學服飲 那修飲是不是懸浮飲 當然不是啊 人類可以這樣蒸發嗎 懸浮飲 懸浮飲的意思是什麼 講到的還是懸浮嘛 這兩個字 就是它的分子是懸浮在水分子中間 跟融點不一樣 融點是它的分子能散在水分子中間 所以你看進去的時候看不到那個分子 你看到是清澈的水 可是學服飲呢 看起來就是不是清澈的水 不是清澈的水 像我在那邊飛沙子 你怎麼可以把沙子拿來玩呢 又不是小朋友拿來玩沙 真清澈 這是水 這沙子也是清澈的 但是它事實上是 這個黏土 沉澱 稍微搖一下 它整個就變成這個狀況 這個狀況就變成懸浮液 它那個小顆粒呢 懸浮在水的中間 它沒有溶解吧 它沒有溶解 它並沒有溶解 所以你如果要把懸浮液做得更好的話 事實上就是把那個顆粒磨得很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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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它就會學服得很好 好 人類可以蒸發嗎 什麼 人可以蒸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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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高溫的時候吧 他們都會燒掉之類的 對對對 如果你去太陽房間的話 就會這樣會 有辦法不會燒掉只被蒸發嗎 可是他說 他一定說 職業變氣態 職業變氣態 應該不太容易 高溫這樣也可以 就你要瞬間高溫 很瞬間很瞬間高溫 那如果身體還在只有水就蒸發嗎 職業變氣 有沒有辦法變成人乾 有可能啊 木來不就這樣嗎 木來不就變成人乾 然後水就會一直流走 有可能啊 我上次看那個CSI 他說 有一個 他們在大樓裡面發現一個屍體 他是被放在那個 大樓裡面 他就把那個乾燥廚子機打開 風就直接被屍體一直吹 那吹了幾天之後 因為他整個是中間空調 所以像我們家主機說滿了就停對不對 他就一直吹 吹剛到空 所以他屍體就 幾天之後就變 就變木來衣了 他要吹屍體不是吹的啊 他吹屍體啊 那活了一直吹會死 也會死 也會乾掉 也會乾掉 對啊 所以你在沙漠地區 你很乾的時候就是喝水 對不對 你夏天很熱的時候就是喝水 我以為 沒有 夏天很熱我會被你吹 OK啦 所以咳屎就是乾掉了 什麼 咳屎就是乾掉 咳屎就是乾掉 你可以這樣講 但是因為他在乾掉之前 他有一些現象 因為人的身體 他也需要一定的那個 溶度 他有需要 他裡面的一些化學原料 有需要一定的濃度 他那濃度不正常的時候 你身體會先發出一些變化 那譬如說我的水會一直蒸發 相對來講我身體就比較鹹 我的鹽度比較高 或者是我糖度比較高 或者是我今天其他的一些 化學物質的濃度相對變多 我們現在就講到濃度 濃度的意思是什麼 濃度的意思就是 我溶液的 溶液的質量 當成分子還是分母 好囉 分分分 溶液的質量是分子還是分母 濃度 你在講濃度的時候 這點水的鹽分很高 或者是糖分很高 它的濃度很高 溶液的質量是分子還是分母 溶液的質量是分子還是分母 溶液的質量是更高 溶液的質量 溶液的質量是分母 物質的密度 我想講 什麼是物質的密度 我不會解釋 怎麼不會解釋呢 榮軒 密度是什麼 密度是什麼 質量出於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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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要趕快講 質量出於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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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意義是什麼 質量出於體積 意義是什麼 質量出於體積 質量出於體積 它的意義是什麼 我真是有點難過 質量 我們上課到今天第五週 我們大概上了40個 質量吞到體積上面 OK 質量吞到體積上面 相對每個單位的體積 所具有的質量是多少 每個單位的體積 所具有的質量是多少 可以想像嗎 譬如這個單位的體積 它所具有的質量是1公斤 這個單位的體積 它所具有的質量是300克 那個密度高 應該是1公斤的高 1公斤的高 1公斤的密度高 因為它這麼小的體積 具有1公斤 同樣這個體積它只有300克 對不對 我們講廚是一種分散 它把質量分散到這個體積裡面去 OK 所以這叫密度 知道嗎 沒問題吧 不要過兩個禮拜再問 不知道就像今天一樣 大家就傻了 應該不是大家傻了 很多人可能心裡知道 不願意講 盡量講 那什麼是濃度 濃度 濃度的意思是說 我把這個溶子 分散到 隨時分散到這個溶液裡面去 分散到這個溶液裡面去 我把溶子分散到溶液裡面去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我隨便取一塊溶液的時候 這邊的溶子的比例 等於同樣的一塊 跟這邊取一塊 它那邊的 假設這是同一杯水 它濃度是相當的 這邊的溶子 這邊的溶子 這邊溶子的量 的比例 跟這邊溶子的比例 會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在算溶度的時候好多是 我當然知道這個溶度 以後調配同樣的 一杯溶液的時候 我就很好調 這個溶子的比例 跟溶液的比例 抽在一起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 我需要的溶液 有聽聽我講什麼嗎 有 所以你們對什麼 溶子溶液溶液 又搞不清楚了 來 什麼叫溶液 溶液 什麼叫溶子 什麼叫溶液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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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照度說看 溶液是溶解溶質的東西 溶液是溶解溶質的東西 溶液是溶液跟溶質融合之後變成的東西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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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鋪 那你說法跟造動是一樣的 薛宇 我同意到工作說法 你同意到工作說法 雅筑勒 誰是誰 融劑是融解融脂的東西 然後他們融解出來的東西就是融解 OK 非常好 融脂融解被融劑融解 這兩個混合物就是融劑 這樣東西 融脂被融劑融解 譬如說在這個糖水裡面誰是融子 糖是融子 誰是融劑 水是融劑 這杯糖水是融劑 這樣清楚嗎 這個你們要寫作業一定要回去複習 我們沒有辦法每次複習 因為每次要複習的話 利用上個時間複習 班上大概有三個級的同學是在發呆了 因為他沒事做 因為他早就懂了 我們上個時間很有限 我一個禮拜上就才上兩次喔 我才上兩個小時的課 我都兩次 別的課都是四個小時 或者是 或者三個小時 我們時間很有限 你一定要花點時間在家裡自己提書 如果你不要入社會入書 你來到這邊你就讀會 上禮拜講我就忘記了 上上禮拜講的都不用說了 那我們就要花時間不斷的複習 複習完之後還要被我再罵一遍 對不對 浪費很多時間喔 拜託不要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講濃度的時候是講誰的濃度 因為我們講這邊 是濃積的濃度還是龍脂的濃度 通常會講誰的濃度 通常會講誰的濃度 通常會講龍脂的濃度對不對 那你要講嘛 這是龍脂分散到這個農業裡面去 所以你認為我們是講分散什麼意思 分散是在數學來講代表那種除法 我把這個蘋果分給大家 誰除誰 蘋果出於人數 蘋果出於人數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邊我要看龍脂 龍脂的濃度 我是不是把龍脂分散到誰 分散到龍脊 分散到龍脊 龍脊 它是被龍脊融解 但是它整個是從一來算嗎 因為種的所有的體積嘛 龍脊是個蛋 蛤 感覺比較像那個蛋 不是不是 龍脊是個物質啊 譬如這邊水 水不是單位嗎 你知道植除濟變液啊 不是喔 不是植除濟變液啊 紅會怎樣 農植被龍脊融解 融解出來的東西是一種融液 譬如你可以想像 就想像 我們舉個例子 糖被水融解變成糖水 你不會說糖除水等糖水 會不會這樣講 那 那為什麼不是 糖分散到水融 糖分散到水融沒有錯 可是水是計啊 水是計沒有錯 但是 你在算百分比的時候 是拿總量 譬如 我見這些人 分散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講到人統密度對不對 是拿總空間來除 是 是嗎 是嗎 那你現在說的是今天 我們會拿總重量 那上次我之前講過 融脂跟融劑 有時候是相互的喔 譬如 我今天拿水跟酒精來複融 可不可以 可以 水跟酒精可以複融 可不可以 水跟酒精可以複融 水跟酒精可以複融 可以 啊誰是融脂 好像都可以 都可以吧 兩個都是 兩個都可以當融脂 兩個都可以當融劑 是嗎 這是要物質 這是如果是 如果是融脂 去除上融劑的話 那是水 除在酒精來酒精 水 而且那算百分比 通常那算說 這個成分的百分比 哪一個比較多就是融 假設我這樣算好了 我們這個班上 男生 有幾位 啊 24 6 7 8 9 教我9個 女生3個 女生3個 所以我們 男生 9個 女生 3個 那我問你 我如果問你說 男生的 男生的 在這個 我們這個團隊裡面的比例 有多少 那怎麼算 100% 9 除以3嗎 是12除以0 9最多少 9 9除以12 是不是 總人數裡面有9個韓生 對不對 總人數裡面有3個女生 是不是 這是比例關係 所以在算比例關係 要是用總人數 所以同樣在算融幕的比例關係的時候 總人數 總重量 所以是總重量 容易的重量就是總重量 是不是這樣子 羽龍 是 是不是這樣子 是 是什麼 你剛剛說的 是哪一個 我剛剛說的 總人數 所以在義起來講的話 就是總的重量 就是融幕的重量 清楚嗎 所以在算融幕的時候是誰出於誰 誰出於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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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融幕是誰 融幕是誰 融子是融的 融子3 融子3 除以男生 融子的質量除以融一的質量 就可以得到能力度 在課本 他很明顯的寫出一句話是這個樣子 所以 答不上來代表面沒有預期 答不上來從學代表面沒有預期 我不知道誰答不上來 眼睛看 夾女龍 真的想說要先站起來 不要再睡了 OK 好不好 好 這是融子 這是融液 這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好像算過了 我們現在幾點 我們現在 40班 蛤 40班 所以我們放了40分鐘 再做複習 欸不對啊 30分鐘而已 然後加上晚開始 所以大概你複習了23分鐘 就30分鐘 OK 那大概是花了25分鐘 你加上班要遲到的時間 好 所以大概25分鐘的時間在複習 為什麼你家是在那麼準 我們剛剛只要說唱個 假如這事情 你都在你們 該做的時間就做了 如果你們寫過作業的話 這件事情都不用在上課裡面做 好不好 我們可以順利的去往下上課 好了 那我們在融解的時候呢 我問一問你 我可以持續的 把糖一直加進去嗎 可以 糖 大概4克 2萬9萬 欸糖融解 不行啊 最後就是變粘稠 變粘稠 會不會融解 不會 所以我加100克融解 1000克融解 加1萬克融解 它有一定的 蛤 最高的融解 什麼 那不是啊 那是怎麼樣 如果你的 就是 你的融池 加了比融解還要多 欸 對 融解還要多的話 它面積再比較多 它應該不可能融解 所以 你會不會的意思是 跟融池跟融解的關係 就是 融池不可能大於融解 融池的重量不可以大於融解 這個意思嗎 對 速度 速度 誰 你剛剛要說什麼 阿布 你剛剛要說 沒有 所以你所謂的說法 沒有 那你要說什麼 分子數量 分子數量 所以融子的分子數量 大於融積的分子數量 東西不會再融解 對 這樣怎麼樣 那同意嗎 同意 融子的數量 它的分子數量 跟你的重量是不一樣的意思 我同意 來 猴子 我說量 對 我們的量有好幾種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教墨數 所以現在不太... 墨數 量有好幾種 一種是很清楚的 就是重量 對不對 重量是不是我們就可以用秤來秤 質量 剛剛他講的分子數量 分子的數量 能量 對不對 分子的數量跟重量是不一樣的意思 譬如說這東西10克 這東西是5克 看起來這東西比較多 這比較少對不對 可是這邊的分子數成 是這邊的分子數的一半 也有可能 因為這邊每個分子都是 這邊每個分子的重量是他的4倍 而是他的數量比較少 譬如說我們現在 好 隨便這樣畫 這邊的人 雖然只有1 2 3 4 5 那邊的1 2 3 4 5 6 7 那邊的人數是比較多 那我們這邊的總重量數比較多 因為我在 對不對 所以我們200公斤 我們總重量比較多 可不可以 有沒有可能 所以 重量跟分子數量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剛剛阿伯的意思說 他認為融解到不會再融解是因為 分子數量 融積的分子數量比融積的分子數量少的時候 不會再融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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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葵的意思是說 融值的重量比融計的重量大的時候 就不會再融解了 可以 薛瑋你同意哪一個 其實我都說重量 有 你剛好說重量 你一開始說 我等一下可以看攝影機 好 看攝影機 怎麼講重量 你有講重量 你有講重量 我聽到重量 要不然怎麼樣 你說怎麼樣 他 對 同意虛偶的說法 單位 所以 同意虛偶的說法 所以這個東西不是喔 所以 這跟單位沒有懷疑一下 這直接動 什麼單位錯 我如果把它改到門 看不到 就對了 就對了 所以同意虛偶的說法 因為分子數量的關係 當融子的分子數量 大於融氣的分子數量的時候 它就不會再融解了 是這個意思嗎 OK 他們有別的想法 什麼時候不會再融解 我一直加糖進去 等一下等一下 加糖不會再融解 什麼時候糖不會再融解 沒水的時候啊 什麼啊 你剛剛說什麼 沒事 滿出來 滿出來 假設我杯子很大杯 你不用管它滿出來 我杯子夠大 沒水就好了 什麼 沒水你怎麼融化 當然只有水嘛 假設是100克的水 100克的水 好 現在100克的水 我快點加糖 加糖 加攪拌攪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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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融解 不融解了 有沒有可能會不融解 有 一定會不融解的情形發生 什麼情況之下它不會再融解了 水一冰 蛤 一冰 什麼 因為水很冰 水很冰 OK 水很冰 現在小微觀來的重點喔 水是冰的時候 它是凝固的嗎 不是凝固 還沒到凝固 只是冰而已 譬如這是五度C的水 從冰箱取出來的水 水是冰的時候 怎麼樣 就不會再融解 最後一度吸的水出來攪拌糖 糖不會融解 沒有 是怎麼樣 它融解速度怎麼會比較慢 OK 融解速度比較慢 這是小微觀糖非常好 水是冰的時候 不會融解 融解的比較慢 不會融解 不會融解 水是冰的 融解比較慢 水是冰的 融解比較慢 水是冰的 融解比較慢 好 謝謝 OK 謝謝 現在不是中文就好 我教的是自然 好不好 所以我這個叫做自然速貼吧 然後就要直接去外面拿土 好啦 這是小微觀察 它那麼水在冰的時候 融解比較慢 除非比較慢之外 融解速度怎麼改變 融解的量 假設這些是一杯熱的水 跟這一杯冷的水 我這邊加5克的 加10克的糖 攪拌攪拌融解 加100克的糖 攪拌攪拌也融解 加110克的不融解 同樣的到冰水 攪拌攪拌 我可以融解多少 比100克多 比100克少 跟100克一樣 跟熱水一樣 這是and and少 小微認為是這樣子 那個 猴子認為是 只要花足夠的時間 會得到一樣的融解度 一樣的融解量 是不是 是不是 他可以 好 那我們再回來再來問問題 回來剛剛問你 我是想問 我到底什麼情況之下 我在放進去的東西 不會被融解 同學 飽了 腳霸 什麼叫做腳霸 濃度高 濃度太高 高到飽 什麼叫做高到飽 飽和 飽和 什麼叫做飽和 他就沒辦法再溶解 他沒辦法再溶解 為什麼他沒辦法再溶解 滿 什麼東西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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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為什麼說滿的 不知道 基本上這種溶解就是說 水跟水之間會有分子 分子會有孔性 就是水分值 我們看起來水分值是這樣的一個水分值 可是這中間有空隙啊 中間有空隙啊 所以溶解簡單來講 就是我把其他東西藏到水分之中間 我把它藏到水分之中間 是你做 所以說應該是涼到水分之中間 藏一個或什麼三個 對 有可能不知道 反正藏一個 所以當然 所以不一定是 糖分子比水分之好 不一定 所以其實這樣溶解度 我們講說剛剛 溶解講到飽和了 或者是 魚龍講滿了 所以就是你已經沒地方太藏了 你已經藏不住了 我想要你藏進去的時候呢 這個就跑出來了 我想要你藏進去的時候呢 又跑出來了 那個就是糊啊 糊啊 糊啊 糊像 麵茶糊 就搞不好 嗯 麵茶糊 可是它變得很醜糊 糊啊 我一定是很醜很糊喔 你看腳放 你去攪拌鹽水就知道 你攪拌鹽水 攪拌到後面的時候 底下圍成鹽 沒辦法 等一下 現在他們都可以做實驗 每個人就拿一杯 每一組 每一張桌子拿一杯水 去攪拌糖 要鹽啦 攪拌鹽水 你可以去考慮一下 我沒有糖 我只有鹽 我沒有糖 Sorry I'm sorry 為什麼就不能用糖呢 我就沒有糖啊 你是外國人 我是嗎 你要不要吃 你現在去趕快買東西 什麼 我們等一下 有啦 現在有糖了 好 決定貢獻他 我不要動現在 我就說我有 對啊 你來這邊用糖度實驗 我可以拿一個杯子給你做糖水實驗 不要 不要浪費 OK 所以呢 當水分子跟水分子中間的空隙 被你的溶池塞滿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在溶解 再溶進去的東西就會跑 我是耐擾嗎 就用我口袋裝錢 欸 可以把錢裝進去 裝口袋都滿滿的時候 我錢在裝就掉出來 就裝不住了 我自己聽到 比我手可以藏錢 我手抓到 從外面 你在放 在更多的錢就掉地上去了 他就藏不住了 就這樣飽了 好 就飽了 所以 所以我們知道 每一個溶子溶到溶氣裡面 都會有飽的情況之下 都會有飽的情況 而且這東西跟小薇講的沒有錯 但溫度很有關係 他溫度很有關係 為什麼跟溫度有關係 記不記得我們在講 水加熱的情況 水加熱的情況之下 水分子跑得很快 會浮到 對 相關來講他的空間會變大 他本來這邊只能放一塊錢 他空間變大的時候 真的可以放兩塊錢 但是相對來講 他可以溶更多 是 我現在很冷的時候 水是很冷的時候呢 空間變小 水分子跟水分子空間變小 會冷 會冷啊 他們會冷 比較輕微一點 他們跑得比較慢一點 所以空間變小 空間變小的時候呢 本來只能放一塊錢了 變成說三個人只能放一塊錢 三個水都只能夾一塊錢 所以你溶解容易變少 就跑出來了 如果我 他原本是熱水水 他的溶子已經溶到出氣裡面 然後比一半冰水量還多 那如果我把它變成冰水 會吸出 變成吸出 它就會慢慢跑出來 那個 那個 鹽就會跑出來 我從熱水 攪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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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倒合了 嚇拌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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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已經滿了 我這蠻冷卻 正常來講 就看到一uren跑出來 眼就要躺出來 一滴一滴的眼就躺出來 好 這盒 UA濕出來 那在我們講說這個 吸出的東西就像結晶 你們可以這樣說吧 這個結晶 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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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又讲两个新的观念 当你这个溶子已经加到不能再加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溶液就叫饱和溶液 知道吗 你应该要知道的啊 我叫饱和溶液 小爷有教过 那像刚刚小薇讲的 我如果在这个温度之下 我把它搅拌在饱和溶液的时候 然后把它拿去降温 它的浓度是比饱和的浓度才高 是比饱和才高 所以就是过饱和 过饱和不见得它马上吸出来 也不见得马上解析 它过一段时间才会解析吗 固定每个东西都会练出料 有些东西并不受温度的影响 哪些 实验 实验受入影响 比较没那么大 你可以试一下 那个刚刚薛宇说到 等一下大家有空可以试一下 我们可以拿水 你的K楼下有热水嘛 你可以拿热水 可以拿冷水去试一下 冷水你加盐巴 你看可以加几克 你可以冲一下 不用冲一下 不用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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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冲冲 不用冲冲 不用冲冲冲 不用冲冲冲冲 100度 你这煮也不会超过100度 对不对 在煮也不会超过100度 那我们就想要做个定义 这是饱和大家懂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做个定义 我们取 100克 的溶劑 溶劑100克 这个 事常通常来讲是用水 水100克 加上溶子 溶子加 加到这个溶子不能再溶解为止 这时候你所加的溶子 所能融化的 最 大溶子 第二 叫做 这个溶子的溶解度 真的很修益 修益真的太修益了 就是说 这杯水 100克的水 我给它加糖 搅拌搅拌溶解 再加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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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它不能再溶解为止的时候 修益加了30克的糖 我们就说 糖 对水 的溶解度 在这个温度之下 因为你知道温度会改变嘛 所以在这个温度之下 糖对水的溶解度 是38克 定温定量 对 定温定量 这量是谁的量 溶激 是溶激的量 所以修益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某物质 在25度C下 对水的溶解度是18克 什么意思 高学 什么意思 我刚刚讲过 这个物质 某物质 某物质 在25度C之下 对水的溶解度是18克 好 我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很有深度 要再讲一遍 某物质 在25度C的时候 对水的溶解度是18克 我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溶解度的 溶解度 对啊 好 好 虚母讲一个 为什么 这什么意思 我讲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意思 就是说 那 我们某物质呢 在二十 二十几 二十几 25度C 25度C的时候呢 然后 它放进水里面 然后 它只能溶18克 好 虚母说 你没有说这个水的溶解度 好 好 这边在讲 溶解度的定义 就是这个东西 最后不需要讲水的 哦 耶 所以虚母讲的哪里错 溶解100克的水 所以我们要讲 水100克的时候 好 100克的时候 这是重点 我们说高级溶解度 你就知道溶解度 则是100克的溶解 所能溶解的最大量 一定是100克 一定是100克 这才是标准 你要取100克才不知道 它溶解度 没有错 所以小时候请你 请浴涵做个实验说 我们来证明一下 水 35度C的时候 盐对35度C的水溶解度 我们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把盐放到哪里去 什么样的水 什么样的热水 多热的水 多热的水 35度C的水 35度C的水 OK 非常好 多少的水 水的量取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 随便取 水的量是多少 水的量啊 我想讲说 你现在做个实验 请告诉我 请做个实验 证明 盐巴 在30度C的时候 对水的量取度是多少 不证明 我不证明 或者说 怎么做 不证明 为什么 我不证明 你不证明 不证明 好 语龙说说看 怎么做 我不想说 你不想说 好 晓慧说看 我想说 嗯 盐巴 我想知道一件事情 盐巴 在35度C的水溶解度 对水溶解度是多少 我要怎么做 盐巴 在35度C的水溶 大概3 OK 准备看 35度C的水溶 35度C的水溶 100克的水溶 35度C的水溶 然后 加入40克的水溶 可能 加入40克的水溶 他就没办法做 可能啊 可能啊 应该是 要这样 啊 反正是这样 的话还好 OK 诶 有谁要补充的 小薇说 谁要补充的 我刚刚没有听 就是固定水溶解的质量 溶解的质量 溶解的质量 他都100克 他已经收100克了 诶 然后 怎么样 融池要慢慢加 嗯 不能一次加太多 就 然后 然后 你觉得很难 我如果一次倒100克 诶 不能溶解了咧 啊千万融了多少 你不会这样的东西 你不会这样的东西 好 所以 简单的做法 简单做法 事实上是说 譬如取35度C的水 100克 然后把盐慢慢加进去 搅拌 加进去 搅拌 搅拌到它 不会在溶解位置 我们看加了多少盐 你就说这个溶解多少 但是这样做事实上是不准的 但是已经很准了 已经很准了 但是还是不太准 好 所以 这个细节 我们事实上它操作上 还很多困难 但是我们 这是 OK 你先操作 这是温度的定义 下课 还没下课 是差 下课 所以 我们从刚刚讨论到目前为止 改变融解度的主要关键因素是什么 改变融解度的主要关键因素是什么 温度 非常好 温度 温度会让你的 容器本身的间隙会改变 所以你的融的量不一样多了 所以什么是保和容易 什么是保和容易 保和容易就是已经保和容易 已经保了 就是已经不会再溶解了 融解度已经到了 保和容易就是轻心浮全的珍珠奶茶变全 好 谢谢你 你上 刚昨天在那边讲说 你上课都听不懂 说很多东西不理解 可是 你要 我不知道讲到这边 你哪边不理解 你不理解地方 你这样忙 很理解 很理解非常好 那就不要再 我说自习的时候看不懂 好 没有你讲的不行 自习的时候看不懂 好 第17点 大地中文 高地成分跟Spotty的部分 你们自己查课本 安 不好意思 中打了 我先走了 好 还没了 应该怎么 打中了吗 不要打 确定打中了吗 好了 好了 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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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中了